如果你不介意,我愿意告诉你,我们在灵修的时候,祷告的时候,我们追求的不是真相,而是假相。 我们祷告的时候,我们往往为自己制造一个偶像,不是真神。 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制造一个满足我们心灵的偶像。 但是,这个不代表上帝,不是那个真神。 我们会祷告,但是我们在祷告里面,祷告的对象是我们想象出来的。 我们把上帝当作一个爱人。 我们说,哎呀,主啊,我爱你。 但是我们寻求的不是一个在乎天长地久的。 乃是一个一颗的心灵的慰藉。 主耶稣不是提供这个一颗的慰藉。 祂是爱我们的主。 我们常常以为祷告,我们常常以为祷告好像是一个投币的那个受卖鸡,有求离应。 这个也不是祷告。 我们在祷告里面,我们也是会把上帝当作一个审判官。 我们为什么要祷告,要灵修,为了要满足他。 不要叫这个审判官,这个警察,抓住我们,罚我们。 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,对象是一个审判官。 但是我们的主,是我们的救主,是我们的恩主,是我们可亲可敬的一个主。 我们怎么可以脱离,摆脱,假象。 我们必须读圣经,必须认识上帝。 我们把这些错误的,这些偶像,就是不合乎圣经所讲的那些上帝的形象都放下。 我们听见一位,我们在天上的父,他是无所不知,无所不能,他可亲可敬的主。